前懲戒法院的院長李博道 被指控性騷女部署 被害人在六月底申訴 而司法院公布了 經過申評會的評議 性騷申訴成立 依經法官評鑑委員會 來進行個案評鑑 對此李博道發表說明說 很遺憾 而被害人丈夫是抨擊說 李博道因此到現在 都沒有真誠的懺悔道歉 涉嫌性騷擾女部署 前懲戒法院院長李博道 被指控多次凶暴 被害人不忍提申訴 經司法院性騷擾申評會 一個讀約調查後 二十四號評議性騷擾申訴案成立 裡面總共有九位 是我們的內部委員 另外因應本案 這個社會高度矚目 所以我們另外聘請了兩位 具備性評以及人權意識的女性 學者專家來當外部委員 所以總共是十一位 那男女的比例是四比七 評議結果擠鼻劑 是不是全數都同意 司法院說保護當事人權益 不能公開 但已經已請法官評鑑委員會 只要評鑑再成立 李博道作為前任懲戒法院院長 涉及的這起性騷擾案 恐怕就被移送懲戒法院來審理 李博道發聲明表達遺憾 強調將尋法律途徑 提起救濟到底 被害人丈夫則在臉書指出 雖然對結果不意外 仍是充滿感謝 不過全案被揭露至今 沒有聽見李博道真誠的懺悔及道歉 對他的懦弱及無恥大開眼界 只見MeToo運動在各處遍地開花 接獲民眾報案 稱其稍早於遍地商店操作ATM時 遭陌生男子從背後環報 遠景接獲報案 有女子在超商 突然遭陌生男子從背後環報 並用手觸摸臀部 目前已經通知嫌犯 道案說明 決案朝涉犯 強制觸摸罪來整辦 接著陳常委 台北報導